字幕志愿者 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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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第四位來賓 邀請來跟我們做一個Talk 我相信上次跟大家介紹很久了 而且在我們的Facebook上面 周育如小姐給大家一些功課 大家也教了一些功課 我剛剛看手上有些功課 那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 都市校母水月設計的周育如 我們先歡迎周育如 我先介紹一下周育如小姐 她其實很特別 她的背景也很特別 她大學是念中央的法文系 原來是念法文系 然後後來念完法文系以後 去法國念了兩個學位 也很特別 一個是念藝術跟史有關的 然後最後才去做一些媒體的設計 所以又念設計又念歷史 那其實我們剛剛還在聊說 跟我的背景很像 因為我是本身是念建築歷史 又是念建築設計 所以對於整個設計 跟這個時代的脈絡有一定的關係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找Agua 我們都稱呼叫Agua 所以大家也不用客氣 特別叫周老師 我覺得就叫Agua就可以 直接叫Agua就好 她自己本身 雖然看她很年輕 跟大家像同學一樣 她開了水月設計 多久你知道嗎 20年 她的公司已經開了20年 所以你知道她那個樣貌會多麼的騙人 不能進來 可是雖然是20年 可是很早很早以前 她就很有勇氣的 就自己出來開業了 那尤其是在一路下來 在水月 她自己有一個叫水月設計 是公司 可是另外一個都市效果 都市效果比較像是一個叫做城市的一個平台 一個platform 基本上是給很多跟設計有關的或設計無關的人 舉辦了很多工作營 演習營 甚至於她現在的公司隨時都有 每一次都有一個不同的演習營邀請 社會的各種不同的 各行各業的人 包括對於整個城市有關 關心的社會人士 包括學生 都一直join到這個團隊 所以在我看起來 Agua這個團隊其實是 台北少數年輕 可是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團隊 那我們陸陸續續找的這幾位講者 大家都可以發現 不管從上次的Sunny的設計流 包括Archicad 然後包括Ted Taipei的Jason 包括今天的Agua 都有一個很特殊的是 都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 可是他們自己都由自己的能力 來創造一個平台 而這個平台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都要被社會上的 大部分的一些有心的人 熱情的人接受 這很不容易 有些平台你設了 還不一定會廣納所有的人 除非你對於公共意識 對於投入的公共事務 接受到所有年輕人的認可 那Agua也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我很佩服的 因為我們在這兩三年 有很多合作計畫 都在幫台北市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自己也做了很多跟色彩 跟社區跟年輕人怎麼投入城市有關 所以記得我記得都市校母 讓我第一個印象的 好像是幾年前的陽台計畫 好像在學學 學學2008 五年前 你看五年前那個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注視到 這個Agua他們這個團隊 那個時候做了一個陽台計畫 陸陸續續好多好多不同的計畫 包括怎麼做垃圾車 垃圾桶 什麼一大堆亂七八糟都有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這種 有關遇到城市的各種不同的大小事務 其實都有機會啟動一些新的平台 那他的整個研究室的概念 除了公共事務外 加進了很多的比較屬於設計的概念 如何用設計跟創意的thinking來討論 尤其去年我跟他join是做了一件 我們認為很有意義的事情 幫台灣的公務員 開了一個叫設計思考課 因為我們認為全台灣最需要被改變腦子的 就是公務員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到公務員的體系 幫他們開什麼叫做設計思考 因為只要改變一個公務員 就會改變他們怎麼面對以後的設計師 面對這個城市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工作 可是那時候Agua就主持人 他一手扛下來辦了好多場 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講師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滿偉大的 那我們今天再次的歡迎Agua 我今天看到校園裡面我覺得好舒服喔 它產生了一個綠色的坡 然後整個看出去有層次感 然後我也覺得說整個環境是融合的 然後進入學校就是進入這樣的空間的 感覺是舒服的 會讓人家想學習 會讓人家想要對談 然後想要溝通 想要了解一些事情 他是因為剛從文化大學過來而已 做了比照之後 文化大學的洗手間是沒有衛生紙的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空間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當你在比方說從一個空間到另外一個空間 你所體會到一個空間的差異性 它會讓你產生一種那個空間既存在的一個記憶 覺得這個空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即將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產生一些影響 這樣講好像很玄 但是真的是就是 空間性這件東西其實會影響一個地方 然後繼續傳承下去這件事 那本身其實我的背景很奇怪 我是念文學的 而且又是念外國語文學 然後念的又是一個奇怪的國家的語文 那念語文學常常會人家說 跟你設計有什麼關係 其實一點關係 應該是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那個關係大到 如果說我沒有念法國語文系 可能我今天做的方式會完全不一樣 那我今天會不會念了別的科系 然後對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有其他的影響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等一下我會分享一個就是 法國哲學裡面有一句話 說如果你要創造未來的話 你是否應該把過去都忘掉 很玄喔 在我來之前 我有先就是為了這一堂寫了幾個問題 因為我想說再跟大家交換一些想法 然後必須要大家了解 就是我們有做過哪些事情 然後厚厚一疊 大家的提問好精彩 然後有些會提出一些問題 也許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交流 好 那我先以這一張畫當開場白 你應該抱持一個最偉大的夢想 然後去改變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們跳到下一頁好了 我們從自身開始好了 從你現在大概是 可能是20 你們應該是20歲到22歲左右 這年齡 從你現在到60歲 你有沒有想過要做什麼 40年的時間你要做什麼 有沒有想說60歲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或其中或現在 是現在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我常在想我40歲就要退休 那我已經超過退休年齡了 我應該是屬於可以退休的狀態 所以我超過40歲之後 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應該用不一樣的心態 去過不同的設計師的生活 40歲以前我已經做了 十幾年的設計 40歲之後 我應該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再到下一頁 這是我面試的時候 問他們的一個問題 從你現在到60歲 你要怎麼過你的生活 我們來看 他說在喜歡的地方 上班 30歲前可以出國念書或工作 然後好的生活習慣 然後再來是他說30歲到40歲 他可以找到自己在職場上面的價值 定位收好 像是PM 然後有機會的話可以組成家庭 可以固定去旅行 然後參展機會 是一個工業設計 畢業的背景 然後再來他說希望可以成為40到50 可以成為advisor 可以很厲害 然後很當一個很有設計顧問 人物級的 然後還要戴個眼鏡 然後帶領議題性強的passion 可以經常旅行 旅行出現了 30年來都要持續去旅行 他們可以看出旅行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 那這位面試的同學很優秀 他台科大了 然後現在也在我公司 結果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件事 怎麼說呢 在現代的機會點 你有可能隨時都碰到各式各樣的挑戰 你可能下一課你要思考的是 可以賣2億的產品的設計 像我們前陣子才幫小七7-11做的綠泡式咖啡 他們目標就是2億 然後一上市就大賣 所以你有可能一下子就碰到這樣子的事情 你怎麼樣隨時準備好 隨時準備好 自己是可以挑戰這些事情 然後你怎麼樣在思考人生的部分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規劃自己的 要做什麼事情 你的人生怎麼樣去規劃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我自己的歷程 我從9歲就開始賺錢 家裡不是沒有錢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看漫畫 我們家有兩三千本漫畫 然後同學來到我家的時候 然後他們說你家好多漫畫 我說我可以租給你們 所以我從9歲就開始做生意 然後我還學習那個 就是他要寫出租的日期 然後多少天算雌環 坐著坐著我覺得五本生意 然後我還去買了咖啡的罐 巧克力罐 因為你知道以前的租書店 不是一瓢巧克力是一塊錢 還是多少錢 這樣可以看出我的年紀 然後我就去買了那個罐子 然後這樣一整罐可能是150塊 可是我發現賣完的時候還剩一袋 就賣到150塊的時候還剩下一堆巧克力 那那堆巧克力就變成是我的 我就可以把它吃掉 就賺的 那時候我開始覺得好好玩喔 數字這個東西 我每個禮拜都跑去郵局 存個30塊 存個50塊 郵局的人都認識我 然後數字慢慢累積 我是家裡的守財人 就是家裡所有有資產的東西都是我的 我都可以拿去變賣 然後我都可以拿去做我的資產 幫姐姐洗頭 比方說洗頭不是自己洗是這樣 我說你可以享受在理髮廳的那洗髮的經驗 比理髮廳還好 就這樣騙了好幾十塊 然後幫媽媽垂背100下是多少錢 交花是多少錢 所有東西都用數字來計算 我就這樣過了很久 其實我家裡到現在 哥哥還一直以為我一直是這樣 然後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到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就賺了7萬多塊 那時候陽春麵一碗才10塊喔 滷蛋一顆好像才3塊5塊 所以7萬多塊代表你可以出國 就是30天的那一種的 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玩30天 7萬多塊 那時候 所以我對數字的這件事情 不斷累積 然後省吃減用 然後直到有一天 就是我去那聖誕節吧 媽媽帶我去百貨公司 我看到那個巧克力的聖誕拐杖 我說我一直看著他 可是我不敢說我要買 我也不會吵著媽媽說買給我 然後我媽就看我說 怎麼這個小孩一直盯著那個東西 然後他就把那個巧克力館拿去結帳 結帳之後他說這給你 我好感動 我回去就把我的存款布拿給我媽說這筆錢給你 那給了之後 那本存款布交出去之後 我的數字結束了 也就是說我不再執著在數字那一塊 我開始轉向讀書 其實我高中 轉向讀書那一塊 我就發現書本好有意思喔 我可以念三明主義念到 就是 就是 那種三明主義可以每次都考滿分的這樣 三明主義 歷史 中文等等數學就不行了 然後 就念書這塊變成是我的詛咒 很有樂趣 然後看到的是說念書本身的樂趣 我開始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然後之後就出國了 就是就上了大學 中文大學看了很多藝術的書 然後本來想說要不要當藝術家 可是因為我是商人的女兒 我是商人的女兒有留著商人的血液 然後出國之後我第一件事情就開始想說 我要不要去學做麵包 要不要去學剪頭髮 要不要學藝術史 要不要學設計是什麼 那時候還懵懂就學了 學了之後我發現我很喜歡溝通 我喜歡有意義的溝通 有意義的去傳達一件事 後來我就選擇設計這塊路 然後在那邊接了一些案子 跟那邊的人做一些 比方說品牌的規劃 視覺的設計 然後做了很多事情到處玩 這是我的第二個階段 那我很喜歡思考的就是 孔子說他三十而立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孔子的人生跟我的人生 他中間的比方說他四十而不獲 我就一直在想其實我不獲是在蠻早的 三十而立其實我二十六的時候就開始創 應該二十六就開始創業 然後這時候已經在想一些東西 四十而不獲 我還沒到四十的時候就不獲 五十之天命 我感覺我好像隨時都在思考這些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耳順是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就是耳順是你聽到什麼東西 你都覺得很舒服嗎 還是說你聽到什麼 我在思考那個境界耳順的境界 然後什麼是重新所欲而不欲舉 隨心就是你要做什麼 然後都不會影響到其他 所以我以設計這個當職業之後 我在二十二十 應該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成立水月 我們第一個客戶就是Sony 我不知道是好狗命還是怎麼樣 我就是屬狗的 然後Sony 第二個客戶就是Lessmark 美商立盟 就是HP之後 美國的第二大印表機廠商 然後做了三年 那時候我為什麼 其實說沒有什麼團隊合作經驗 然後用的人 就是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使喚他 或者是該如何co-work 就這樣子懵懵懂懂到三年之後 我說我要quit 我要離開了 太煩了 太多煩人的事情 零零渣 我快爆炸了 我就跟同事說 對不起我要出國一趟 然後跟客戶說對不起 結果我可以幫你找設計師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一個關卡 然後出去之後 我大概又去很多地方 我就跑去美國東西岸 跑去土耳其西班牙 然後阿根廷 不是阿根廷 土耳其西班牙法國那一帶 繞了一圈 回來沒想到又有設計的客戶 就是精品客戶過來 所以我又覺得說我終於定下來了 我說設計可能是我的使命 然後我做起來也開始順了 我開始接受說原來設計跟我是脫離不了關係 那這中間當然有很多 現在講起來好像就一句話帶過 其實中間有很多過程 是你如何去創業 然後創業之後你面臨到的點點滴滴 然後一些難題 比方說廠商如何去知道那一塊的一些know how 如何去溝通 如何去用人 我覺得都對我來說是很難的 等於說我一心要很多用 原本只是做設計 然後經營企業之後 就開始你要碰到各式各樣的問題點 所以其實我還是有一個轉折 然後做了設計之後 你會發現說很多價值 我們在幫一開始是幫品牌客戶 做他的品牌規劃 然後他的那個 比方說他如何去跟消費者溝通 如何去幫他做一個好的工具這樣子 這後端 如果把整個公司 比方說有企劃出來之後 然後到產品 然後到後面的行銷 就是說其實一直在做後端 在做七年之後 我們覺得說不對 設計應該是再往前面一點 我們要進入的是前面的企劃 從一個企業的企劃開始 然後到產品出來到後面 所以我們慢慢切到那個方向 開始有自己的產品 開始有客戶找我們做產品 然後就這樣又過了兩年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所有的東西思考都在幫商業服務 我們開始去思考設計的價值應該不是只有這樣子 設計的價值應該是更開的 不是只有商業的angle 只服務商業這一塊 而是應該從需求面開始 什麼是需求呢 比方說走出去你看到旁邊的花 然後是枯萎的 然後它的那個承載的器具是不美觀的 或者是你走著走著發現說 垃圾桶旁邊還有很多垃圾 走著走你發現那邊的光好亮好刺眼 然後放的東西放出來音樂是破音的 就你發現其實有很多問題在我們旁邊 可是到底怎麼去改變 這件事情變成一個 你覺得應該用設計的思考點 怎麼樣去建立更高的價值這件事情 怎麼樣去建立 所以我們才開始有了像世界概念設計 像後來的都市項目的一個想法出來 那這中間的轉變其實又有它的歷程 大概又經過三年 然後就產生說 如果要讓一個地方 產生一個認同感 怎麼樣去建立 這個好像很抽象 抽象就像說 怎麼要讓大家 那個更愛上自己的居住的土地 好像是很抽象的問題 但是該如何去做 所有的投資 都是花在建立那個厚度上面 就是這一 要怎麼樣去思考 所以我們開始在思考一個比較 很好的那個 對我來說 這是每一個人在追求不一樣 有些人會追求物質面的享受 有些人會追求 每一個人追求的這一邊 其實它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人都不同 你都會是什麼 對我來說我在追求的 就是不斷支持我走設計這一塊路 我在追求的我三個 我佩服欣賞的人 我佩服的第一個人是 陳吉思汗 他是我第一個佩服的人 為什麼佩服他 你想想看以前 我曾經去那個蒙古那邊 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在那邊旅行 可是我移動的只有真的 地圖上面搞不好看不出 我移動的路徑 我坐了飛機 坐了計程車 然後請了旅遊車來那個 陳吉思汗六十幾年 六十二年的時間 他的版圖可以擴大到那麼大 那個年代沒有Internet 只有馬 怎麼做到的 不覺得很生氣嗎 可以把版圖擴大到那麼大 然後產生一些生活面的影響 怎麼做到的 像我現在在規劃的產品 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打的是哪邊的市場 你要怎麼樣去跟當地的人對話 你要怎麼鋪出去這件事情 所以版圖這件事情跟這個人之間的關係 他會是我第一個要問的 然後大家都說水月不大 水月只有八個人 其實我一開始就設好我的遊戲規則 我只要八個人就好 可是我們以八個人的力量 我們怎麼樣做到很深 做到厚度 然後做到影響力 是我們在乎的 不是要開一個千人的公司 或者是幾百人的公司 營業額要達到多廣 所在意的那個是 希望用五十年 一百年來看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一些重量在 現在在做的事情 真正去切到核心 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對我來說 第二個很重要的人物是 神龍寺 其實沒有人知道他長什麼樣 不過一些記載中說他長了腳 因為他吃了很多奇怪的東西 所以他長了腳 在那個年代有人逼他去做這件事嗎 我們不知道 也許有人拿著刀子說 你一定要去給我四場白草 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留下了一本 神龍本草經 然後因為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東西能吃 有些東西會有什麼作用 影響 然後這件事情一直到 宋朝李時珍出現了 本草綱目 我們在做大稻埕的案子的時候 我去問大稻埕那邊店家 我說這個有什麼藥效呢 他說小姐你不要亂寫 小心會被抓 只要不是本草綱目寫的 不是李時珍宋朝李時珍寫的 就不能亂寫 為什麼從宋朝到現在 我們的中藥學沒有進步 就沒有新的東西出來 可以去超越他的 宋朝到現在 很奇怪 我覺得為什麼 然後前幾年我去法國的時候 我吃了法國的 所以我就說我這邊淤青了 然後我朋友說那你來吃這個 就拿給我一個那個 一粒一粒像糖漿的東西 然後他說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多吃也沒關係 就是說他不會破壞 沒有什麼西方藥的那個影響 是他們一百年前 從德國法國一起 他們應該是德國先 然後開始研究一些植物的特性 把它做成像糖漿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含在舌頭下面會有一些影響 他們已經開始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然後很特別是我在吃那個的時候 我要依照一本書 他說你小時候有沒有受過驚嚇 他問的問題很奇怪 問的問題有沒有吵架 然後空氣有沒有通暢 然後一個一個對到 然後最後告訴我是幾號的藥 我就去藥局去拿那個 我一個朋友法國朋友在七年前吧 他帶著全家去環遊世界 我那朋友三十幾歲 然後他把他的工作辭掉 他太太也把工作辭掉 然後帶著七歲的小孩去環遊世界 那環遊世界回到法國的時候 他們又開始上班 我說你好有勇氣喔 就這樣環遊世界一整年 然後他回去上班的時候 他說我們又要去出遊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們遊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發現一種草藥 然後他太太是在做草藥有關的 然後回去法國的時候 法國人說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草 然後研究之下 發現那草有特殊的功能 所以法國又把他們全家 就是又把他調到新疆那個地方 讓他們去進駐去研究那個草藥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那朋友他出去旅行這件事情啊 好像帶給他另外一種可能性 沒想到他又因為這樣 又發現新的 然後又去新的大陸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在想 神農本草就是神農 他是我佩服的 因為他去做各式各樣的體驗 並且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些人都影響到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第三個佩服的人是 Christophe跟他太太 Cloud 他們兩個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同國籍 然後他們在做的事情 他說我在做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殊偉大的地方 可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看到一種 就是 人 對於 就是 人跟自然 自然創造很漂亮的地景 人類有沒有辦法 創造 人的景色 覺得他在做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花幾十年的時間 去跟政府溝通 然後不用政府的半毛錢 自己去募資 記錄他自己的藝術的行為 然後銷售那些東西 來支持他下一個項目 他現在在做的是 覆蓋阿肯舍和乙布覆蓋 然後同時在美東跟美西 開兩千多把傘 同時出現在地景上 這些可能出現都不會太久 可能是一個禮拜時間 可是你知道 對我來說 看過這些東西 我覺得 他製造的就是我所謂剛剛的 追求一個 那是他的快樂 他的幸福 對我來說 那是追求一個 就是 出現 但是他永遠不會 從你記憶中消失的一個景象出來 讓我非常感動 那我本來想做的事情 其實藝術跟地景這件東西 一直是驅動我去做一些設計的 所以我從平面設計 品牌規劃 商業 然後加上有文學跟藝術前提之下 然後再加上有商人的血液這一個 慢慢讓我去 就是你知道我的路一直在朝這些 這些我剛剛提到的三個我佩服的人 這邊前進 那 這是我希望 我從現在到60歲的時間 好 所以剛剛提到說 我那同事說他要這樣子 然後可能60歲之後他說他要退休 可是我們來看一個澳洲人 澳洲人他說他30歲的時候就要退休一次 他要一年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他每七年公司就休息一年 每七年公司就休息一年 而且對外公告就要休息 他說他只不過是把後面退休的五年移到前面去做 結果他發現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一年卻大大改變他之後要做的事情 就沒想到說 就像剛剛我舉的例子 旅行這件事情 沒想到大大的改變他的一些可能性 我之前聽到一個故事是 有一個那個 那個叫做唐三戰不是去取金嗎 然後取金不是要有那個馬載著他嗎 所以他們在選誰要當那個馬 就是誰要在唐三戰去取金 就有些馬就比較 他就說我去我去表現比較積極 然後他去了之後 然後回來之後大家說 哇這是聖馬 就是這是去取金的馬 然後大家都讓他吃很好的 住很好的 所以他說我應該去看看我以前的同事 所以他走到馬舊去看以前的同事 他就問他說 你們這些年來都在做這件事嗎 在原地就做這件事嗎 他說對啊 他說那你們走了多少 他說大概走了三萬三千里 他說跟我去取金的路是一樣 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所以你要踏在原部還是出去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到底要怎麼做 可以讓我們有不一樣的人生 我做了一個東西就是水月這一個 其實這個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叫水月 大學的時候我會自己畫畫 然後那時候就取了一個畫名叫水月 然後申請公司的時候 然後就問我要申請什麼公司 我就把那畫名拿來申請 沒想到沒人用 然後就一次持續 我喜歡這個名字是因為我怕水 然後可是他有月 就是有動態性的那種意向 會讓我覺得說我跟水之間 好像達到一種平衡 所以我本身自己的名字也是阿瓜 有拉丁文的水的意思 然後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提到說我們是以設計為核心 很多人在中途的時間會說 阿瓜你要不要去做生意買賣 還是要出去做別的 會有很多 我說我們的核心就是設計 我如何用設計去創造最大的價值 找到最大的價值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我們在看的 會發展都市項目也是我們覺得 就是如果你要把設計在台灣 可以深耕進去 都市項目是必要的一個計畫 而且是必須要去推廣的 設計的價值才會呈現 我們在做一件設計案 不是只有看那個設計案本身 反而是看到周遭的環境 或是他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需要去建置什麼 讓這件東西得以成形 所以基本上都市項目計畫 也是在思考說 如何讓這個平台產生 讓創意的思想 或是讓創意的機會點 在這樣的一個流程中可以去建立出來 然後我們就去做一個設計的推軌 那這是我們公司 20年的時間 我在想如何 我們客戶有很多百年客戶 百年客戶通常 你會看到很多老口口的廠商 但是你會看到百年依然年輕的 像台灣有很多新東洋 或者是醬油公司 完磚醬油 他們都是超過百年的公司 他如何在建立新的generation 新的世代 那我們已經20年 我去京都看到一家設計公司 他已經50年 然後我就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參觀 他說太多東西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介紹我們公司 他就丟給我們一本 我一翻 天啊 東京奧林匹克 就是奧林匹克那時候 他們有幫他做一些工業設計 然後京都的街道也有 什麼 就是任何的一些 他們東西做得好多 我再往後面翻 他們的書目好廣 研究的書目好廣 我那時候受到一個刺激 我說一家設計公司 其實不應該是只有在案子上面 而是你要去建立一些研究的基礎 然後如何去發展擴大深入的那個面向 然後去增加一些 就是你服務的對象不一樣 你應該增加那一塊的取向出來 所以其實水月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去深入一件事情的核心 然後包含我們近幾年在做的色彩 然後像今年在做的聲音 還有都市議題 大概到現在有三百多個案 所以 等一下喔 我今天有帶一些書過來 大家可以 我們現在出了四本書 然後都市項目就佔了三本 然後其中有一本是殺時間 殺時間是在思考的說 如果大家都是以就是上班為前提 去花你的主要時間的話 那在未來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運用時間跟自己產生樂趣這一塊 反而是沒有太著重的 所以殺時間本身就在思考 如何在時間運用上面 去找到一些生活上面的樂趣 舉個例子來說 光是切蘋果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這樣 然後切六刀 可是不知道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我切成像薯條的形狀 如果我切成爆成絲 就是那個蘋果吃起來會不會口感不一樣 所以它比較是在從不同角度去看生活 不同的可能性 那這是殺時間百樣考 裡面有兩本 一本是練習本 然後一本是各式各樣的殺時間的探討 那本三十分鐘可以完成 這本可能需要四年 練習本反而需要更久的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 然後水月設計就是每年會讓實習生進來 每年我們大概都會有上百位來應徵我們的實習生 然後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就會從不同的學校 然後不同的科系 甚至有些是來自國外 然後組成一個非常特殊的團隊 然後去進行各式各樣的集檔 所以從網路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 4月12號的時候去雲科 然後去雲科的時候 做的一個國際工作坊 我們做的主題是紫跟陶 然後藝術家陶藝家 藝術家他說 這個議題好特別 紫跟陶 就是說大部分我們想要探討 紫的本質跟陶的本質 它有沒有可能可以有一些介質的傳達 比方說紫的特性是摺或柔 然後透過摺跟柔之後 陶有沒有辦法傳達紫的特性 就是兩個角色的互換 然後我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實驗 陶術家告訴我們說你成功機率不高 因為陶本身的厚度是不會超過 一定要超過1mm1mm 所以我們還是做實驗下去 這是我們在測試的過程 透過三種 然後去了解它的本質 然後你會看到 再下一頁 你會看到這邊是紙張 然後紙上陶土 然後再去燒 我們燒了18個小時 然後最後出來 成果是讓我們驚訝的 就是他記錄了紙張本來的特性 像摺的 厚度的 然後我們把每一個就是 可能去燒字的過程中 我們去記錄不同厚度 產生的結果是什麼 有些成功 有些狀態變成什麼樣 比方說紙跟水之間的關係 透過陶來表達的話 它會是怎麼樣 那做材質本身的研究 一直都是我們很想去進入的 一個領域 所以甚至還有些同學 很有趣的 他把紙張變成紙板 然後陶在中間 所以紙變成是 有一種變成可雕塑的一個形體 它就可以比較容易去操控陶 這樣的一個材質 然後進入燒 燒到200度的時候 其實紙就不見了 剩下還是桃 再下來 謝謝 那這是出來的 就是 作品 然後我們每一個都要 就是 去記錄下來 像是這是 透過紙的破壞性 像跟定書機 或打洞的關係 燒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 這邊也是 好 再下來 這是燒之後 大家去剪那個 剪那個出來的 我們本來以為都會破掉 結果出來是好玩的 那其實在這件過程之中啊 我學習到的是 那個陶藝家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陶藝家如果他一開始就說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合作的陶藝家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他 面對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碰到陶藝家他是 open mind 他沒有給我們任何限制 然後我也覺得很 很慶幸就是這位陶藝家 我覺得很慶幸就是說 我們在這件事情找到一個 可以去嘗試的一個機會 實驗的機會 然後包含紫、薑跟陶、薑 融合在一起的話 他會不會有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 新的可能 像他已經碰陶碰了好多年 出來之後他說 欸 這件事情好有趣 他說會開創了陶的一個 新的可能性出來 陶的薄的厚度 他的韌度 等等 有沒有新的方法 可以去執行 或去了解探索 那 剛剛提到說 如果我們對很多事情都是open mind 就是不會因為 比方說 像我最近在看一些東西 我就會以我的經驗 告訴我的同事說 不可行 因為以我的經驗是不可行的 所以這件事給我的啟發是說 不見得不可行 有可能有其他的 跑出其他的事情出來 那今年我們進入另外一個部分 去年我們在做的是那個 色彩 我剛剛的 我們做了程式色彩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們要切入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是難的 因為你好像要把都市色彩變成 可被論述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去找了世界各國 像京都 像巴黎 然後西班牙 世界各國 去看他的色彩 城市色彩怎麼形成 其實每一個地方的 背光都不同 然後台北 台灣的 他的城市色彩怎麼去談 怎麼去達到一個說 我們要做的 那個起點到 就是結論 研究的結論是什麼 怎麼樣去推廣 我們的議題是 都市色彩之於民眾之行動推廣 這是整個議題 我們找了都市更新處來合作 然後在探索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發現 色彩其實不是法西斯 不是說我說了算 不是我說這個城市是黃色 它就是黃色了 色彩是多重體驗的經驗 我們調查了台北市超過30家連鎖店 大概有20幾個企業 那所統計出來的顏色不會超過12色 這是滿讓人驚訝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視覺 就是黃色 紅色 藍色 綠色 然後12色裡面還有一些色是缺色的 所以其實我們對色彩的認知就是 我們對色彩了解太少 在座各位覺得自己可以 用5色調出200色以上的 舉手看看 其實我們做過這樣的測試 就是讓一般民眾喔 他也不是色機科系 就讓他拿5色來調色 在一個小時之內 可以調出100色以上 問題點是有沒有去這樣試過 然後結果在調的時候 就有人調出漏色 漏色其實它是一個 不容易去抓 它到底是什麼色組成 而且它可以調出世界各國的漏色 它可以調出 欸 台灣人的漏色 它可以調出 欸 這是黑人的 或者是這是白人的 這是細微的差異 你會覺得說 哇 在碰觸過程之中 很多東西其實沒有那麼難 大家可以把眼睛閉下來 閉起來 這是我們在做聲音的 想像 想像你們在什麼區域 什麼樣的場所 跟上面 雲滑 真香 純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音乐是在什么样的场景 什么样的区域 动物园 还有别的吗 菜市场 还有别的想象吗 大广场 还有呢 蒙甲 万华 你住蒙甲吗 非洲的食人部落 非洲的食人部落 其实这个音乐很有趣 我用不同的音响来放 都不一样的结果 在不同音响 比方说用不同音响来放 它的金属声音 钢管声音 它的鸡鸣 里面有些动物 鸭子的声音 水滴的声音 它会出来 不过这也证明台湾 对声音的投资太少 因为到很多地方放 都发现设备 其实不够 对声音的投资 空间对声音的投资 真的是很少 所以这样的场域 上次我们在办了一场活动 叫台大春社 就是寻找台大春店的色彩的工作坊 我们放了这段音乐给他们听 听完之后 要他们形容这段音乐的色彩 是什么 所以就有人开始说 一开始是什么 然后之后进入都市的场域 是黑色的 然后那一场 我们邀请了聂永珍来 聂永珍就说 他听到了15%是蓝色的 然后由抽象性的线条构成 60%的颜色是由三角形破碎的 像有玻璃 然后像是有钢管等等 形成的抽象性的 他已经把那张海报做出来了 在听完的时候 然后那个图是怎么样 有些人会是用那种像导演般 然后在讨论时间的经过 说有什么样的历程 这是一个顺向性的一个思考 反向性的思考 如果刚刚那个声音是发生在 公共厕所的话 你觉得那个公共厕所 会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公共厕所 然后你以这个音乐为背景的话 你设计出来 你会有什么样的材质 然后会有什么样 上洗手间的一个体验呢 你想想看你进去 然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域呢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思考 用声音介入设计 然后去思考声音耳朵听的能力 然后听的各式各样的想像 这是我们今年的Posche 每次我们成立一个新的Posche 我们就开始就是说会像都市像我们研究班 我们成立一个每一个周二晚上 然后让不同的人可以进来的 里面包含家庭主妇 包含土地买卖者 包含耳机公司的老板 包含学校的学生 然后包含高中生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每次组成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 在都市里面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设计 各式各样的创意 这是一直以来都市校母在做的事情 就有一个大家可以进来的一个窗口 然后进来讨论 进来发生一些事情 当我们研究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对外产生下一层 表示我们会在一个小的基地开始 然后等它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到都市的角落 让民众去体验 然后有一些启发的可能性产生 像色彩也是 就是目前已经建立了说如何去探索色彩 然后如何从不同角度提供色彩的一些工具 不管就是说如果你要看到色彩的人 红色色彩的人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 你就可以透过里面提供的工具去找寻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地区的色彩 它的流程会是什么 所以那是去年所做的色彩的部分 那每次都市校母在做的东西 其实它是有 它会一直累积下来 就是说它会 它会累积很多database出来 然后再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做了一年的都市色彩 那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对于下一步 可能它会 这等一下也许可以变成一个问题 上一步我们做了很多 你可以有一些 就是那叫手边认知色彩的 扩大色彩的领域 手边很多色彩的工具 然后世界各国对色彩的描述 然后比方说每一个色彩 它要不要有一个名称 我们对色彩 比方说古诗里面出现一句话 那它所出现的色彩意象到底是什么 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名词 其实你对那色彩是模糊的 从传统 从现代 从运用面来看 那下一步 到底对都市色彩要怎么样去植入 那也许这等一下 可以变成开放的一个意象 那我们同时也让民众就是 可以跟着我们 然后去看各个街道 它的色彩特色是什么 然后目前所累积下来 目前的特色是这样 那未来会是什么 像永康街 我们去做的取样 招牌的取样 居然跟台中随便一条街 出来的招牌的颜色都一样 所以你就会很讶异说 原来台湾招牌 其实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 就是卡点西德有什么颜色 他就用什么颜色 那我们的厂商 其实也没太多色彩的思考 他就用普遍大众会用的颜色的思考观点 所以我们程式就成为这样的颜色 所以色彩并没有层次感 然后也没有太多在思考环境搭配的一种可能 大部分都以亮眼突出对比为前提 比较有少数 少有站在和谐色 凸显色来判断 像最近我们跟厂商合作一个案子 是帮Seven做的案子 我们做的是Seven的随行碑 在配色的过程之中 我们帮他做产品配色计划 然后你会发现厂商提供我们色彩是惊人的恐怖 就说天哪 这东西太惊人了 然后我们就配了几种颜色给他 然后只是颜色而已 他整个感觉是不同的 整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五月会上市 其实他上市所选择的色彩不是我们最喜欢的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什么叫做那个色彩转换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改变 我到时候会想把我们帮他设定的色彩 拨在网路上作为一个色彩showcase 因为色彩经验就是从生活点滴 一点一点累积出来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们都在做都市chum的事情 所以我通常会再插入一些我们做的设计案例 然后每一个客户其实需求都不一样 像这是帮牌中车站做的sinergy 有十个站 然后据说我好像今年会完成 是跟张苏事务所那边合作的 然后去探讨每一个站的 他本身的一个特色跟符号间间的关系 然后张苏建筑师他用水泥做的柱体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那个标示跟柱体 产生一个材质 然后跟色彩之间的关系出来 便于容易辨识动线 比方说我要往右边走 那我的符号要长什么样子 我可以很直觉试着就去做这件事 我们再往下面谢谢你 然后这是刚刚龚老师有提到 就是我们帮市政府做的设计思考课程 然后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六十个六十个人 然后里面包含局处局长等等 市长 然后怎么样去 我们的目标就是打破局跟局之间的那道墙 怎么样让这个局长去多跟别的局长讲话 然后怎么样让一些串联的可能性可以产生 然后怎么样让他们跟设计可以产生对话 最好是之后再有一个民众加入 当我去荷兰我知道说他们已经做到高中就在上那种平台这件事 就是介于政府跟那个设计平台中间 高中就在上这一堂课如何作为沟通平台 我就觉得荷兰为什么在这几年进步那么快 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为我们市政府在做的事情 其实他也不讲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媒体也有这样报 所以我们对政府有很大的误解 然后就变得很糟糕 恶性循环 血液循环不好 那事实上政府也很努力在做事 想想看如果你们是市政府的人 如果你们在做的事情都被议员讲成这样 大家会不会有点心忍的感觉 所以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好的沟通平台 彼此不是对立的 而是真正想去做好一件事情 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在台北市这块如果可以改变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进步得很快 那我们再下来 这是帮美术馆做的 我们做了一千两百公分的一个 那个 那叫 魔剑 主剑 然后让小朋友跟家人 可以共同去组成这一个 那个桃花树 然后树中小朋友就可以去做创作 跟家人共同创作 然后形成一个很长条形的 就放在美术馆的正厅 在儿童节的时候 让大家可以起玩 然后今年也帮美术馆做了蛮多事情 然后这是帮桃園机场捷运县做的 二十四站就是机场捷运 这个案子老实说有点可怕 已经做了三年了 我还是觉得没有看到那个完成的那一个点 而且好可怕 你每次对话都要对一百个人以上 然后决定者又不在 然后有可能随时翻案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在说明说 台湾对设计的 比方说我们怎么样让一个 设计很容易在公共场域被看到 然后是舒服的 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思考没有那么难啊 为什么进入那个地方就变那么难 然后有些 原本很单纯的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就变成沟通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想沟通如何让它更容易 更直接更顺畅 有些 对啊 有些地方好卡 那再帮中派建设 就是他们有一个垂直春落的展 我们帮他规划的一些延伸性的商品 然后像设计台北地图各个区块的它的特色 然后去年我们有帮表演艺术联盟做一个思考 就是 因为他原本是找我们帮他设计延伸性商品 比方说你看了云门5G 然后出去你就可以买他的文件夹或什么 然后我们的对话过程中 我们会觉得这样建立的价值 其实非常有限 大部分人去看了一个表演艺术 他出去是不会买那些东西的 他会买的是CD片 他会买的是节目单 可是他不会去买一个什么卡套啊 或者是CD盒还是 所以我们跟他讨论说 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 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表演艺术 这件事情的最小的投资者 每个人都可以投资这件事情 你多久会去看一次表演 你小时候有没有去接触到 这些表演艺术人员的机会 那你有没有就是思考过 如果你是表演艺术工作者的经纪人 你怎么样让这些人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如何让里面的流转是好的 如何开放程式成为表演的舞台 如何去制造这样的空间 所以去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今年好会发生 而且有些东西就会落实成为真的 去年只是概念提案 今年有些东西就会真的去推 比方说像表演艺术者 其实我们了解有限 可是如果透过这些表演艺术者 大师他心目中所认为的大师 我们会了解领域更广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会去把它建置出来 然后这块龚老师是负责场域 然后跟整个就可以 那这是我们帮小七做的绿泡包 现在Seven可以看到 大家知道他营业额要做多少吗 一个产品 一年要做2亿 所以他其实一上市就卖得非常好 主要也是说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块已经讨论4个月 然后进行设计 名称的设计 然后他的东西好不好喝 一直去测试 他的东西好不好喝 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让这个成型 也是产品力的关系 他不是卖包装 东西好喝自然就会有口碑 然后这是都市项目的书 然后这是刚刚提到的沙时间 就是说你去看 细看每一个人的生活 你看光是开一个洋芋片 就有这么多不同的开法 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衣服脱下来 折法或者是洗好折法就都不一样 所以如何去观察 从态度到做事到每一个环节 然后去思考如果是一个刺蝟 他的那个爆炸 就是说分解之后 他的parts会怎么样 把女生的脸一层一层拆开 他会有几层 类似 去思考很多基本的问题 然后里面还包含 我吃了一公斤的东西 我体重到底什么时候 会增加或减少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有更先进的 我们就可以去照肚子里面的变化 然后去思考很多 说其实跟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关系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变 我们在前一年先做了50件 去杀时间的一般人的方法 然后到隔年我们就做了 进阶版 就是你现在手边在看的这一本 然后都市肖母的 像水月设计的网站 我们是把每一个每一个的 在做的事情就当资料库一样 放在抽屉里面 所以你拉开来都是一串的资料 很多人说看不懂 事实上我们是在做资料库的界面 然后每一块 像都市肖母因为太大了 所以又成立一个专属网站 那这个就是都市肖母网站 那工作营的部分也是 其实这几年去学校 我会觉得说学校的教育有点奇怪 那奇怪的是说 我们怎么可能在四年最后的时候 才做一个毕业制作 就是一个制作搞了一整年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这样讲 然后会讲到谁 OK 但是 但是在思考点就是说 也许它有它的难处 但是 我总觉得说 大一的时候应该是培养 就是对议题的敏感度 就是你要不断参加各式各样的工作营 大一 大二的时候你已经要能主持工作营了 你要能策划一个有议题性的工作营 大三的时候你要因为这些接触 而发掘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去学很多补足你不足的地方 大四你已经要能卖点子了 你要卖到 把你的点子行销出去 卖到国际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好像是整个四年 就在成就最后那个毕业制作 然后 这种制作总觉得好像 那个 我接触到的是 我觉得太慢了 因为我自己有带壁制 我就坐在那边苦思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搞那么久 然后 虽然有学到东西 可是我总觉得 嗯 感觉流程应该变 或者是整个组织形态应该要变 不然你看我们经过十年 新一代还是新一代那样子 然后价值还是锁在那四天 也没走出去 然后新一代的东西之后 好像就泡沫化了 所以 如果那些东西可以到街头 然后放在公园 或是有些东西是跟我们公共空间有关 那我们的都市 其实很多人在帮他考量跟设计 这件事情会不会更好 会不会更有他可能性 那新一代我仔细算 那是数十亿的钱 你算算看嘛 真的是数十亿的钱 就这样不见了 人间消失 所以 对啊 感觉我每次碰到那个执行长 我就会跟他说 执行长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 可不可以 对啊 我 嗯 而且这力量很大 就像同学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们规划 然后真实 真实落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他就有他的 你知道动力 他是真实的 不会是你都在 always在做一个假设性的东西 而是你真正在做的东西 有服务到一些人 然后有改变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的动力来源 怎么样去传达 然后 这是过程记录 我们就直接跳 就透过很多管道去 去touch色彩 然后 就刚刚放过 然后这是我在西门町附近 拍的一张照片 我看到说我赶快把它拍下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 虽然对那小孩觉得有恋惨了 对 但是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 我们能够提供给他的 游乐环境是这样子 你看有摩托车 然后 我会觉得 嗯 我们一直在谈生活美学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望眼所过去 望眼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不美的 老实说他没有太大的感触 所以 要建立一个能感动人的事情 应该是先从我们的周遭 开始建立起来 然后 有那样的体会 比方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一个 不错的盘子 而不是always是便当盒 然后开始用真实的筷子 OK 开始用比较好的水杯 然后你再去吃 你会觉得那东西特别好吃 然后再加上 你觉得你自己搭配一个很棒的音乐 然后也许桌子再整理一下 哇 那整个生活质感是不一样 就像饭后的甜点 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好有价值 你的生命是愉悦的 是幸福的这件事情 那这就细细的体会 每一个东西都还蛮重要 OK 那 其实我们在提倡的一件事情就是 先花你的百分之二十来投资未来 如果我们每次都花百分之百 在基础事务上 老实说我们十年还是这样子 OK 可是如果你的时间有百分之二十是投资在 你都不知道的可能性 就你不那么明确知道 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件事情有可能 未来会成为六十 OK 可能是一个领导未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Always把自己放在一个 八十二十的时间分配 像都市教育为什么会跑出来 也就是因为2003年十年前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礼拜都要播一个半 就是半天的时间去讨论 不是我们正在执行 没有业主的情况之下的案子 所以才会跑出都市效果出来 OK 然后因为累积了很多议题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一些资料 或者是已经有一些research 然后这些东西 我们有自己的观点跟想法 这些东西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 那叫做机会点 有可能展开你的触角 OK 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乘 OK 好 好 那 那 那 对不起 我有点跳着讲 OK 是这里吗 这是我们发展很多很多议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音乐诗 那也许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大道成的 或者是阳台计划 阳台计划在探索的是 阳台是一个中介 比方说既是你的家又是外面看得见 OK 你做了什么事其实会影响整个都市 你在里面打小孩 在阳台上打小孩 外面也听得见 在上面种花外面也看得见 所以它是一个中介地方 OK 它是会介于你跟公众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点 然后做了整个那个 台湾的阳台的记录 大概记录了800多个阳台 台北跟台中的 然后去观察大家的使用 然后也出了一本书 就是去看阳台不同的可能性 有人说我可以用阳台跟对面 隔壁的打桌球 OK 蛮厉害的 OK 然后 然后像黄摄影子计划在探讨 就是都市的街道家具 OK 如何去创造一个有情感的 然后可以聚众的一个 一个家具出来 而不是永远都是Standless 冰冷的 不怕风吹日晒雨淋 那就像我大学的时候去图书馆 然后平常都可以借的杂志 有一天图书馆员告诉我 不能借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这样用力翻 以后装订就不容易了 就他以后要拿去装订就不容易 我说不对吧 你这个应该是鼓励人家要看吧 他说不是 他说未来要装订成册 然后如果大家都借回去翻的话 有点本末倒置 交家具 其实也是为了服务人 去做这件事 所以里面像这个小孩 我们那时候是让民众自己去创作 然后每一本 每一个家具都有他的故事 都有一本他的相本 那一个家具做了哪些事 哪些人做过他 然后怎么样被形成的 像这个小孩那时候才五岁 然后来的时候其实我看 这是IKEA的椅子 可是我看到他相本 我整个人很感动 这个家庭他妈妈带着他跟 还有他老公 他说小时候我妈给我一张椅子 现在我要给我小孩一张椅子 他们就带了全家带着这个椅子 去了五十几个地方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破破烂烂那张椅子 有小孩的涂鸦等等 然后每次沾按我就会讲这张椅子 这张椅子现在还放在他家 继续在跟那个小孩继续成长 所以里面有很多像新竹的 他们从新竹抱着他们自己 创作的椅子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都成为那些小孩的一个记忆点 然后这是我们在保障岩做的椅子 黄色椅子计划 然后这是都市里面的黄鹰管 那时候想法是透过水管这件事情 他可以听到一些都市的故事 或者是新的艺文资讯 然后计程车也是 原本是想要在计程车上面放那个 什么鸡腿 然后放一个庙 放一个什么 然后你坐上那计程车你就知道哪边 这个计程车司机他知道哪里有最好吃的 他可以载你去 然后有一个建筑物 他就可以载你去做古蹟的导览 或是什么 让计程车可以再分重一点 就是做到city tour guide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也透过很多议题 像是瓢虫 从一开始的20只 然后到3万只 然后让很多民众一起参与 每一个人透过一个叫微感应 说为什么瓢虫都不见 你要必须在很干净的地方 瓢虫才有可能会生存 然后瓢虫是异虫 那从都市以前还看得到 花莲我们去花莲做的时候 花莲说我昨天才看到 可是台北几乎看不到 然后透过他们自己去做 然后再把这瓢虫放到居家附近的 那个植栽上面 再继续 继续 然后还有人把他拿到玉山上 不雪山 好 司马库斯 所以我们就当年就说 第一年做20只 然后隔年我们就说我们要做3万只 3万只就达成了 而且没有经费 然后我们就 达成啊 隔年就达成了 9月的时候就达成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瓢虫做了字句 就是帮他做了制造的工具 然后让民众可以体验之后还可以佐射 因为你太快完成也不好 没有感情 所以我就帮他做了一个 像工业设计的去磨木头 然后字句 然后帮他做一个教学的录影带 结束之后民生国小的全校 就是家长会就说 他们要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把字句借给他们 把整个故事跟他们说明 他们就全校都在做 然后并且用那个写下 他做绿色 生活可以怎么样节能 省碳用水等等 然后日本的也有 对这块有兴趣 所以有跟我们借一套过去 然后我们也做了就是 透过腌制这件东西 因为现在人很少煮饭 但少了煮饭代表少了 对某些东西的探索 或者是某些东西的乐趣 像我记得我在台湾去法国的时候 我为了我的一件事情 而跟外国人吵架 就是我去中国餐厅 点了一桌难吃的菜 然后就吵架了 那因为我点了那一桌 难吃颜色又丑的菜 所以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说吃饭这件东西 是一门艺术 生活艺术 那你如何点出一桌好菜 甚至做出一桌好菜 这件东西是 这样 后来我就非常重视这一点 我现在都可以点出一桌好菜 然后也知道什么配什么 是好吃的 然后后味是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是很愉快的 不可思议的是 为什么法国人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讲 就是很敏感 马上就觉得不对 然后就吵起来 也不是说很熟的人喔 好奇怪喔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动物 因为这件事情也做了三年了 在思考的说 如果城市里面一走出门 就会看到这只羊 如果就可以看到这样 像有些地方因为都市的一些 我们把动物慢慢赶出去了 就是不再适合 只适合狗跟猫 然后慢慢很多东西就自然淘汰 那是因为我们完全把它秉除在外 可是如果我们在生活的思考 有把他们纳进来的话 老实说他们是可以在城市里面 找他们一片天空 像现在的动物园我都觉得 已经不是动物园了 因为那些动物 完全没有动物的习性 他就变成一个被参观的一个 可以动的物件而已 所以这块其实在思考 哪些动物适合跟人 可以居住在一起 然后又可以带给人不同的体验 或人跟他之间可以产生互动 所以我们就办了 与动物一起下午茶 然后找了20只鸭子 然后乌龟 民众带了乌龟 带了鸟 玄凤 然后带了各式各样的动物聚在一起 然后找了动物园的饲养园 找了像阿猫阿狗 那个节目主持人 找了阮庆月老师 然后一起来谈论他的可能性 然后隔年我们就做了饲养计划 就是你没养过猪吗 那你来养猪看看 养了之后你就会有新的体验 然后像养松鼠 养刺猬等等 这是一个动物计划 会希望说未来城市里面可以看到多样性 然后我们有都市项目研究班 就刚刚说了 每周二我们就聚在一起 结束就会拍一张照片 然后把所有的开会记录都用电脑 就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 就是我们做很多想法 都用文件的方式记录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其实有 大概有上千笔这样的内容记录 然后这是我们的实习生 他写的一个心得 他说他过去一直不知道 层次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他也不觉得这件事情 外面愁美跟他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议题思考的时候 他发现好多东西 其实是跟他所学的 是相关的 然后实习结束之后 他就带他朋友 然后特地走到一条 有招牌的街 然后就说 怎么会规划成这样呢 然后他朋友 用了一个好像不同星球的人的眼光 来告诉他 你怎么会对这么无聊的事情感兴趣 所以我想都市校母 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 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然后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他的机会点 有没有可能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也在为我们自己所学的东西 可以找到一个出口 那我要特别要提的就是 法国 因为我在法国念书 我觉得法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他往往可以做一些让我觉得surprise 就是我会觉得 哇 这是什么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在接触教育的时候 我们就找了法国的资料 你看他是他的考大学的题目 我随便讲一题 像是技术类好了 含音乐跟舞蹈 他说如果要掌握自我 是否必须了解自己 然后当我感受到不公平存在 是否能够因此学习什么才叫做公平正义 请用尼采的一句话来解释 然后这边还提到说 是否能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这些都是深论题 他们非常重视哲学这件事情 然后像是这边还有说 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然后世界上是否存在任何科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否可能没有利害关系 这是他们会考 可是不是只有高中 他们国中就在思考这些问题 你看一下他们的教学名单 教学的书目 再想一想 这是他们的读本 包含中古世纪的 包含现代的 还有德国法国的各国的哲学家 我觉得法国的思考行为很怪 当我去的时候我会觉得 他完全 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美国或日本 所以他们的 比方说我去法国第一次画图 老师就说你在画日本漫画 我说眼睛不是这样吗 然后他们画出来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受到这两个国家 美国跟日本的文化直接影响实在太巨大 以至于有些东西我都不觉得很怪的时候 当我去法国就觉得 是不是我哪里 还是他们有怎么样 就是思考逻辑是不同的 你在看法国电视 你都会无聊到说 这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八卦的国家 他完全没有娱乐节目 他都是在对谈 不断对谈 然后他的东西很能串 在还没有Internet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国内的Internet 就全法国的Internet 他已经建置起来 他只是没有想到说Internet 就是这件事情可以做到国际的 所以当国际Internet出来的时候 他吓到了 因为跟他系统不一样 所以整个我已经那时候在法国留学 1994年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查CHOU我的姓 在法国有多少地方有这个姓 然后有年龄层是什么家住哪边 全部一目了然 他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透过电信的机制 所有的已经串联在一起 所以当他整个跟世界接轨这件事情 稍隔一点点 他怎么样再去转换回去 我会觉得他应变能力超强 他们的那个地铁发生大爆炸的时候 我刚好就在那边 他可以一个小时之内 封锁所有的 就是把所有的垃圾桶盖起来 然后紧急处理 马上安定人心 然后马上做出说判断 这些需要平常的训练 不断的训练自己说我该怎么去思考 不断去假设都市的危机的 可能点在哪边 如果发生事情我该怎么办 然后当你看到他的清洁队员的设备 你只能说他们是非常重视人的一个地方 他光是一个清洁队员的设备 他有二三十种器具 是车子那种变形机刚 早就在那边有了 然后各式各样的刷洗的车子 什么工具都有 而且他们会推出很多影片 去宣导人说这些人的工作是值得尊敬的 他们在做的事情是这样 那法国的总统现在是Holland 他在上任的时候 他就跟法国的哲学家做一个对话 对话内容就说 我们其实不是经济不好 而是中间被多剥削的太多 所以要打击任何剥削 中间剥削的人 他讲的这句话 然后哲学家就跟他呼应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那 像我们在看我们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然后他说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教学时数只有一个小时 然后培养批判的能力也不是他的目标 只是侧重在语言能力的培养 然后加强中国文化的认识 所以如果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是强调世俗单一文化 而缺少很多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其实去对于台湾去培养一个公民 多元自由的试变能力 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那 最后分享的其实就是一个 世界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如果把角度放到世界的话 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 然后 该怎么样去创造下一个计元 或者是该怎么样去建立 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件事情 然后 同学有提出一些问题 那我在想说有些问题很有趣 等一下可以做一个交流 那任何同学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 我们可以提出来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就是我的那个 简报到这边 然后 然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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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台湾学校 多高中小学的设计有什么一些意见 他们有设计吗 不过这很妙 因为我前阵子碰到一个英国的教授 他教艺术的 我就说你们国家 在伦敦 你说你们城市也 或者是你的学校 城市是从几岁开始教色彩 他说他们没有这个课 然后德国有 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课 那可是他们做出来的颜色怎么这么漂亮 不管那色彩搭配 或者是那个建材用色 还是整个对色彩的敏锐度是这么强 然后他说对 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他教艺术的时候 的确是有用色的到那一个大学才开始教 但是其实他们周遭环境 本来就提供给他们丰富的色彩经验 所以就会有很不错的sense 那你说我们对于国高中设计 这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切入 可是最近在碰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想要做一些转化 像我碰到一个高中 他就十几个班 其中一个班开始有一些实验性的 开始去从社会议题去切入 然后让他们去做专题 然后让一些社会人士去跟他们做对谈 他们开始可以不用局限在背书 或者是考试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写出来的proposal 我觉得比大专生写出来的proposal还强 然后开始思考社会 social design这一块 已经有在转变 然后前阵子我们有帮国中校长 台北市的34位国中校长 来做设计思考的部分 那校长都很活泼 然后思考能力也很强 然后大家也都很有心 然后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 大家都是校长嘛 那你们有什么校长的梦想 想要做什么样对台湾建制一个好的 学习环境的梦想 就有一个校长说一个东西我印象好深 他说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进度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always在push学生在赶上进度 对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个就是 依照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去做一个设计思考 他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校长说 我们常常都说别人的学校比较好 那我们要不要来交换校长看看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校长联盟 就是把校长的梦想可以成立的一个小的社团 然后有些校长就说我的学校应该在登山区附近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学校跟登山这件事情 跟社区可以结合 所以大家就有些机会可以搓在一起 然后里面我们还玩到一个议题就是 那个乒乓球 所以未来少子化的话大家都在抢学生 然后也就是乒乓球只有一百个 那大家怎么去抢乒乓球呢 所以当大家都在抢的时候 就每一个人都是用呼拉圈把乒乓球围在一起 然后当大家都在抢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偷偷观察 所以我发现大家都好聪明喔 因为他们开始会用那种 因为游戏规则只有三个 发现开始说走游戏规则的天门 比方说可以把乒乓球放在口袋 所以才会被别人在抢走 然后有些是整个去拉或者怎么样 那我发现大家都很投入 虽然是很合作的 可是怎么没有一个人说 站在旁边说不玩 没有耶 这个法国应该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冷漠的 这种成财主义 然后我就在想 其实大家有人就说 那如果这五个组合作起来 他们就同时拥有那一百个平常球 就有人会再去思考 然后有人开始思考那整间环境 就是说球有没有可能 再被多制造的那件事情 开始去想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 而不是在现有状况之下 去思考那个球的到底属于谁 已经开始球有没有可能被制造 那球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 球在这整个空间是自由的 还是被控制的 那有没有可能变成不一样的体验 尽管是一百个球 可是可不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这种人都没出现 你讲的这几种 因为时间是十分钟 所以他们必须就是赶快每一组 其中有一组 第一次零分 就抢到零颗球 第二次第一名 第三次又是零分 就落差好大 有点观察 特别观察说 为什么落差会那么大 到底 然后或者是你会去观察说 为什么每次都表现得蛮不错的 我们积极团队的力很强 然后分配 工作分配是怎么样 但是你说这种人都没出现 我觉得它是后续影响 开始有人会去想一些 想一些其他可能 因为 对啊 开始把学校变成艺文空间 把设计师加在里面 让他跟学校产生一些可能性 开始想学校有什么样的机会 社会大学还是什么 好 阿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像你有水月跟都市校工嘛 你平常都是怎么带他们就是 可能想一些很有趣的idea 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还是什么训练过程 因为像刚才有一本就是五本 五本在一起的那个 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很cool的idea 那平常你们是 就是怎么样激发出这样子的想法 有很多方法 如果设计方法 其实就是在看 我如何系统性 设计方法很有趣喔 它又要系统性 然后又要让你产出有创意的东西 所以是比方说好了 在座的各位 如果30个人 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想出 300个跟生意有关的idea 对 那怎么产出 怎么样从无到有 然后再到这件东西 是可能被执行的 然后再到这些东西 是产生经典作品 或产生典范的 设计过程就是从无到后面这一段 那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就是出来是失败 那如果做得很好 中央经过很多 就是抽失波茧 就是前面然后变一团 影线 然后再变成聚焦 然后到最后产生亮点 然后要再透过不同的人去检视它 说这件事情真的好吗 有没有我们没看到的盲点 然后最后执行面需要很多专业 所以这中间都需要很多 就是各式各样的声音跟专业进来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很棒的东西 所以其实设计这东西 并非每一个都可以变成很棒 万一一不小心 它可能就是一个污染 可能是一个破坏 可能是一个错误投资 可是不要害怕 对 其实我在法国的经验是 法国每做一件事情 就被一半的人民众批评 旁闭度中心1970年成立的时候 有几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巴黎人 都在骂那是怪兽 那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仇死了 怎么可以放在经典的巴黎里面 可是过了四十年 到现在它还是经典 对 Renzo piano 怎么样出现的 这是它第一个成人做 要给这些人机会 不要怕错 所以其实如果我是政府 我一点都不怕别人批评我 因为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就勇于去尝试 然后你看的东西要永远比别人远 你才有办法 就是说我做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看到多远 我架构的是全盘架构 不是只看单点 不是只看到一条线 而是一个面 怎么看到它的前因后果 那设计思考就是在从 比如说 你可能是一个人思考 然后你要怎么样多方收集资料 你有可能是团队思考 你怎么样去制造一个智库 对 怎么分工合作 怎么要让一个事情达成 每一个人的角色 努力去扮演好 然后成为 profession 或者是专业的 这件事情是好玩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 像夸学啊 比方说没有钱 然后可是还是要让这些计划可惜 不能因为没钱就不做 对 有时候是抱持这样的骨气 然后不认输的一个想法 所以一件事情做可成 你会发现有些人开始说 欸 我要加入你 或是我可以做什么 然后这件事情就越来越有机会 像一月师 我们是去年12月 做了一条街的互动 那做了过程之中 我们就让附近那条街 我们觉得一间设计公司在那条街 也应该可以对那一条街 产生不一样的可能性 所以每年都在做一些跟街的互动 那今天也在讨论说 欸 我们一月要来做什么 然后从二三十个的想法 单子里面 选到了诗这件事情 然后刚好二月是过敏 所以我们就来 自己来写春联 那春联的内容必须要是 谢谢 春联的内容必须要是 对他来说是有感觉的 所以就很多很有趣的文具就出来 然后我们就去找阿曼集团 刚好要在我们对面盖新的房子 就说欸 那面墙借我们好不好 本来要跟他要赞助 还有借那面墙 然后他一看 当然就是借我们那面墙 赞助就不用了 至少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所以大家就在街头上写春联 然后写好就贴到那面墙 然后那面墙 经过的人所有人都在看 哇 就是好多愿望 好多好有趣的愿望 变成一个春联墙 那这件事情成了之后 我们又跑去保障眼 然后保障眼很多国际艺术家 然后还有那边的老伯伯 哇 他们都写了一首好春联 很多民众参与 像国际艺术家他就问我们说 我想要写面包 然后我们就教他面包怎么写 结果他春联出来就是 面包给彼得 咖啡给彼得 这是他的心希望 就贴在他的门口 很可爱 所以 不知道应该有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设计思考 如果坊间你可以买到很多 不一样像情境思考 或者是mindset 心智图 各式各样的串点都有 那他是帮助你就是 从一个点发散到多个点 然后之后如何去聚集 OK 只要你在网路上面答 design thinking 你就会找到很多关系 相关的画面 有问题 就是阿文的演讲跟之前的解论 其他的演讲 因为我们太阳你好像把 像会把法國的一些哲学带进来 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这让我觉得有点疑惑 因为像用哲学去思考很多事情 他可能会打好像两面 有点像可能第二集是你配激包穿 但是他也有可能会走火路 或是一种极端的想法 然后这有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我在想说 因为看那个欧洲他们社会 他们的忧郁症跟自殺 也不会比东方社会还低 对 然后所以我在想说 那你用哲学和创意 那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有东方人这样是合不合适 我觉得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好像跟刚刚讲的东西 的确我在这个里面 有谈到一个是哲学的 然后它有点跳痛 因为我在提到的是 其实世界真的很大 有不一样的思考 然后我也同时在思考说 为什么有些地方进步好快 它是跳跃式的进步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地方的进步 是这样一步 然后又退后半步 然后很慢 所以我就去查 为什么什么造就他们 理想不一样 思考不一样 然后在缠的东西 做事的手法不一样 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差异 包含他们对生活的观点 就是他们觉得几岁要退休 他们觉得生活到底 跟工作的比例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同时 在身心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社会又可以进步 那跟非洲的生活习性又不一样 我一个朋友去非洲 那个外贸中心 他就去非洲 然后比方说一群人在这 就说你明天一定要来 有一个聚会你一定要来 我们meeting这样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一定会去的明天见 然后隔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准时到达 结果都没有人到 然后隔了三四个小时 昨天说要来的也没到 OK 所以这些东西好像是 很轻的感觉 这就让我觉得好笑 那法国是一个地方就是 你会觉得说做事的人 都不是你看得到的人 很奇怪喔 我去法国的感觉就是觉得 他们工作态度超差 然后工作效率超差 要做一个事情要排队超久 那为什么法国会进步那么快 后来我深入去了解 其实是法国有非常厉害的阶级 就是头脑的那一块 头脑的那一块 是真正给法国价值的面向 其他的人是在拖垮他的 然后当那些头脑的人很大的时候 其他人拖垮 因为他根基很稳 所以拖垮不了他 他是还蛮稳的 那他怎么样去制造这些头脑 就是他可以判断价值的产生 他可以知道说怎么走是最快 他可以知道什么投资是长远的 然后他可以知道说 我带给别人的观点是什么 社会建立的是什么 这些头脑 他们其实会集中在某些贵族学校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把什么部长 跟未来的部长跟未来的什么 让他们有关系 让他们有那个 他们其实是有种族歧视 也有阶级歧视 我今天如果穿有破洞的裤子啊 或者是穿得比较不好 那比较有这种意识的 他就连甩都不甩你 可是如果你穿得像一个公主一样 或者是穿得很 看起来这人气质不一样 所有的街道的人都会对你微笑 真的你去法国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穿得非常漂亮 然后走在街上 所有人都对你理智有加这样子 那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 像台湾人就是很友善 几乎对每个人都很 非常态度很好 我们不会有那种阶级 种族这些很明显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每个人 就是对你有那种厉害关系 或者是这样 那地方就不一样 那我再回到同学的问题 就哲学这些东西对创意 或者是对 对什么自杀率 对 创作的一些精神状况 对 那要看 是什么样的哲学 要不要 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 那个存在主义的书 像是沙特或者是 像是那个 那个 卡米德 你总觉得他对生命 好像已经抱持了一种 很冷漠的态度 还是怎么样 可是法国 的人 我要说的是我进入那个家庭 因为我跟朋友 有个朋友的家庭很好 他爸妈他养了三个小孩 三个男孩子 一个是建筑师 一个是表演艺术者 就是表演木偶戏的 另外一个是生意人 就是经商的 然后爸妈对这三个人的态度 是一样的 就是都很关怀他们的工作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 他在对那个就是表演艺术者说 你不要无所事事 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他会关心他说 最近在做什么 就是说他们的 他不是那种 把自己的梦想加在小孩身上 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 一般的哲学 那哲学性的思考 你看我刚刚说 他们总统为什么 在上台的时候 要跟哲学家有一个对话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哲学这件东西 因为我哲学推到底 我觉得 在探究一个存在的核心 的态度 所以当你越读越多的时候 你会有不同的见解 OK 不会再活到四十岁五十岁 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在探究的是你要如何 我觉得是要如何成为自我 这件事情 所以不管 我是不知道他自杀率高不高 可是我知道他们那边的人 有些 那边的人 都很有自我 就是说 你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这样看过去 你觉得 哇 每一个个性都好强喔 就是地铁也是 看过去你就觉得 每一个都是个体 嘿 如果你今天穿那个 没有穿衣服 也没有人会多讲你几句 OK 他只会给你不一样的态度 OK 他们是一个 我每次都要讲这个例子 我在法国碰到的例子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有人插队 OK 然后我就说你插队 因为他可能看我是东方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先生你插队 然后他说你确定 我说对啊你就这样 然后他就排在我后面 因为我跟他说了 然后之后他就敲敲我的肩 他说小姐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看那边 有人插队 你不是最喜欢管这件事 你又觉得不可思议在台湾 你如果说他插队 他应该排到最后吧 他怎么可能只排到我后面呢 对 然后还提醒我 我说我最喜欢管这种事 我当场傻眼 就说 这是我不一样的生活经验 然后我这件东西 这件事情 我想了五年 我才知道我当初 应该怎么回答他 我应该回答他说 那是你朋友吗 我就回答他说 那是你朋友吗 所以对我来说法国就是一种 我觉得他们像你去逛他机场 你就觉得好特别喔 为什么机场用那个tube 就是管道 然后你要拉个行李箱 你要用像爬山一样 爬上去 然后整个通道像迷宫 然后你以为你登机前 应该很轻松的shopping 结果不是 就是离你登机口 你还要去爬山做运动 然后经过好长的管道 然后当他在催你说 赶快登机的时候 他是用法文 他没有英文 所以他是一个 他才不管你死活 他是一个损能不利己的民族 就是他做这件事情 也许对他没有好处 但是他还是要去赤你一下 很多喔 我在那边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我来自一个友善的岛国 然后在这边原来生存这么 这么好笑 就是因为他会用各式各样的 你想像不到的地方去刺激你一下 然后你就每天都在 有另外一种玩乐 然后像在地铁你会碰到好奇妙 就有人说 请问一下洗手间 他不会那么好 洗手间在哪 然后那个地铁的人说 不关我的事 他回答一下会怎么样 他说不关我的事 不要问我 然后那个人就非常非常生气 说可恶 然后就走了 然后你要说 跨国很浪漫 我在包里住房子的时候 我住到一个旅馆 然后明明早餐 我跟我朋友就要这样做 他说不不不 你不能这样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边还没收拾好 你坐这里 然后你去坐哪里 然后你的背包不能放在你后面 你的背包 那边有空间 请放在那边 所以我整个早餐 都在看我的背包 有没有被偷还是怎样 然后就我对面坐了两个 荷兰人跟苏联的女生 然后他们就在哭 那个苏联女生就在哭 我想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的护照不见了 然后他们才刚来巴黎玩 然后就跟我讲了 他们所有的爱情故事 然后讲了 护照不见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巴黎浪漫是来自于 说他很多感觉戏剧上面的东西 都发生在你眼前 像你走着走着 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个艺术家 然后跟你讨论 叫你去他的阿德里耶 去看他的雕塑品 然后要请你邀请 就是你旁边的日本的朋友 去当他的model 因为他的胶是直线的 然后我就说你太过分了 然后怎么可以这样讲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对他的身材好奇 因为他的腰是直的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然后去租房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进去之后 那个房间是这样 两张床是隔壁 然后浴室是很脏的 然后胡筛的男爱智 就说我要分租一个床位 然后是要女生的 我说谢谢 然后赶快走 就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像房子是进去是 你要有厕所的 还是要有水龙头的 还是要有什么 因为他老房子啊 所以你可以选择房间里面有水龙头 或者是没有 然后浴室是在外面的 还是在房间里面的 然后 你知道 然后对于历史的建物 他的价值判断也不一样 对 新的房子可能非常modern 我们喜欢的干净 方便舒适 然后可是 他不会 可是古老的那个 我进去一个 巴黎第二区的房子 他的水龙头 我说你的水龙头 没办法关 水一直流 他说怎么可能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 上去之后他就这样 然后 欸 小姐你看可以关啊 太过分 他调了很多角度喔 所以 法国人士 你进去他的店里面 你要跟他问好 因为你进入他的领域 不是他跟你问好 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LV是 一进去他就马上能够判断 你是不是他的客户 不是他连理都不理你 不管你是要帮谁卖 所以 这是他们的 他完全没有服务的精神 我可以这么说吗 但是他们把整个都市建设的好漂亮 把整个那个文化建设 这件东西做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我一直碰不到那个核心人物 就是那个头脑群的那一块 对啊 到底藏在哪里 嗯 各位同学 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刚刚四身 右身的问题问得很好 然后架构也很大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可以请龚老师来猜题 猜题 猜题 猜一下那个哲学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问题很像他的问题 就是 我有个好同学跟我说 他很喜欢看哲学的书 然后 有一天他跟我说 昨天我爸爸 我在房间看哲学的书 我爸爸一直知道我在看哲学的书 然后所以开门跟我讲 拍子哲学使人堕落 然后讲完之后 我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跟我提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 对啊 就是 我可以做一个反应 我跟你 我的小说也是一样 我爸爸非常爸爸评念哲学系 这是台湾人非常非常强烈的观念 认哲学只会让人家不思乱想 然后最后越想越歪 然后让自己走到一个角落去 可是这个很难解释 可是我只是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YouTube 很有很综合一本书叫做《正义》 一长思辨之旅 这是Hara最棒的一堂课 那其实他所有谈的全部都是哲学 可是哲学不是我们想 刚刚阿寡在讲不是那个存在主义这件事情 而是在欧洲非常相信哲学 其实就是一种思辨 是一种大佬佬 是一种辨证之间的关系 那刚刚阿寡列出那个所有他们会考 大学会考的那个所有的题目 全部都是思辨能力 因为这个思辨能力最常讨论的 其实就是delima 就是两难 就是社会在任何一个状况 最会跑到一个状况是你往这边靠一点 是这边得力另外一边的人就会开始有问题 那个在社会上发生非常非常多 几乎每件事情都会发生 那当你在做任何的choice 任何decision 尤其是你自己脑子要为自己也好 或为别人也好的话 你必须重新考虑这个delima 这个两难之间 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照顾到所谓的大众 那这个大众是从自己的个人的mind 去决定那个所谓的大众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一系列的 这个哈佛的那个正义 这整个全部都在谓delima 然后有跟法律有关的 有跟社会有关的 有跟公共性有关的 有跟个人存在的利益有关的 那我倒不竟然觉得 每一个人要把哲学想像中的是那个哲学家 或者最常看到的是喜欢哲学的艺术家 大概跳楼的自杀的一堆 那个当然也是要尊重哲学人的存在感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哲学辨证的 思辨的能力 当它回到是一个叫做全民都该具备的能力 其实谈的倒不是那个存在主义的那种 而是就是那个叫做思辨能力 那我相信在法国或在德国 其实这个部分是叫做必备条件 那这必备条件包括当晚后面哲学还有更多的学门 这个学门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专到那个学门里面去 可是当哲学变成一个大家脑子里面的 thinking 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 才不会被所有的舆论或所有的判断摇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想把我们的专业放在一个叫做公共平台上的话 其实我们常说专业常常会有专业的迷思或傲慢 越专业的人越会 比如说我建筑师 我认为我要做一个很好的设计 才可以这个城市解救这个城市快要颓败的一个状态 可是他可能牺牲的是另外一群看不到的 invisible的大众 他可能救了一个城市的样貌 那你说这个需不需要用思辨的哲学思凯来讨论说 这个建筑师的专业投入在比如说谷干涵的museum法 我们讲最直接的 就是毕尔包的谷干涵的museum法 他救活了一个谷干涵的这个城市 那他到底后面哪些东西是对的 或者有哪些东西藏在后面是不对的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帮助所有专业者 能够知道他的角色到底对不对 还有哪些东西是存在看不到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 其实我们这堂课叫一组 一组这堂课我个人觉得今天阿博提到的 这个哲学思辨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常常因为我们一组有一种叫做社会的险虚 只要谈到这个 哇 伟大的不得了 任何人都没办法question做一组的人 你知道吗 连我们自己站在这里面都觉得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很可能是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一个思辨能力说 当我们今天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色 或者我们这样谷歌的角色走进另外一个地方 号称要去帮助这个地方或什么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从里面看到所谓的公共性 然后这个公共性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说实在需要一些常常要思考的 要不然不小心你会走到你觉得理所当然 结果你踩到一些我们所谓的红线 这个我是觉得是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我就回答刚刚同学也讲的问题 就是哲学家 艺术家的那个哲学 跟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叫做通试课程 所要了解的那个叫做哲学的思辨能力 还是有点difference 因为这个派别跟一个思维是很重要的 那我一点都不认为说我以前父母亲跟我说 你想太多以后你就会走向偏近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或者是东方里面 非常害怕每一个人因为哲学走到很个人主义 就是每一个人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辨 最好大家是在一个集体的共识里 当然你说一个哲学帮助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另外问题 当然会 因为你知道也有那种很落后的国家 其实社会是最没问题的 因为大家就很simple minded 和平相处 因为是欧美的国家 北欧这么进步 自杀率最高 欧美这个整个城市这么进步 可是在美国犯罪率什么都很高 他当然有他的那个轻重感 就是当今天个人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会产生社会的另外一种偏离 所以造成另外一种社会问题 那这个也没办法 这个就是看所有人开始怎么全活 未来的社会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绝对不要因为说 我真的害怕那种社会出现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不要那样子 也怪 在这个族所的社会里面其实也怪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利用 刚刚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AQUA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对我来讲 还有我个人觉得对同学们的启发是这样 AQUA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行动力 而且成熟的设计师跟社会启动者 所以刚刚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 都是用一个简单可以启动外在的人 也可以启动地方的很多的模式 我其实觉得包括不管是论述方式 还有包括他们每个礼拜下来以后 写出来的论述 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小的Document 用Google的Document去share 用任何的东西 其实包括内部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个grouping 内部要怎么样去共同建立一个共同的档案 或共同的信念 或我们的工作基础 还有对外部的包括用很简单的 比如说怎么从200个瓢虫变成3万个 3万个瓢虫可以散布在全台湾或者是什么 其实这里面都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架构 包括在美术馆 可以让所有人加入都变成一整条 这样的关系 其实大家如果慢慢慢慢熟悉 这些所有的动作 背后不是设计 是这些东西所启动的理念跟方式 其实对于我们两个礼拜后要去当地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resource resource有时候不是坐在我们那边想说瓢虫就瓢虫 你突然把瓢虫放在那个部落也不对 而是说你大概知道有这么几件事情是 是有机会的 你到那边应该去眼睛 放大你的眼睛 张开你的耳朵 然后去听听那个地方有什么声音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启动的 那AQUA它有很好的例子是 它启动了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声音的 包括物件的 包括颜色的 包括生活的 包括公共器具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所有东西都无所不在 只是看你怎么去从当地 可是local的material很重要 你怎么去从local material去启动一个大家的意料 这是我觉得AQUA今天来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啟發 它跟以前又不太一样是这个部分的行动力 这个部分在focus在每一个不同的点都很 我觉得都很精确很准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 对于今天AQUA来的讨论的感觉 那我们谢谢AQUA AQUA